武汉买房重点板块介绍 本期重点介绍位于三环内的四星板块 四星是在汉阳区 是汉阳区的一个新城区 目前四星道路比较宽阔 板块内规划还在落地当中 特别是地铁交通 地铁12号线对四星非常重要 贯穿武汉三镇 届时从四星到汉口和武昌都非常方便 另外地铁11号线贯穿东西走向 很重要的一条地铁也将拉近四星与武昌 光谷的通行距离 四星的其他配套方面 接下来看一下 汉阳的四星板块可以分成方岛和国博这两个区域 四星主要是沿着四星大道主轴发展 从西向东主要有万达广场 中南设计院 经贸揽秀城 四星方岛大健康产业园 国展中心 中铁世纪 中铁大桥局 城投四星之光 以及国博水系景观商业圈等等 整体来看四星的商业氛围正在逐步提升 四星也会成为汉阳 甚至武汉的一张名片 地铁方面 西侧已经开通了地铁三号线 东侧开通了地铁六号线和地铁十六号线 板块内大多数楼盘离地铁都很远 地铁十二号线正在建 预计2025年通车 地铁十一号线四星段 及四期工程规划中 目前十一号线三期预计二人二三年通车 后期还有地铁十号线规划 该条线路需要等待较长时间 这就意味着四星中心即将告别无地铁时代 中小学学校方面 方岛区域主要有方草小学 中家村小学明德分校 中家村四星分校 西大街英才小学 晴川英才校区 以及武汉三中 国博区域主要有国博一小 二小和三小 还有兰江低中学 武汉三季 以及一些学校规划用地 整体来说四星的义务教育质量一般般 学校有好有差 这还得看后期教育资源的提高 医疗方面 四星有市中医院 以及太康同济医院 基本能满足板块内需求 另外四星的景观公园 和文体娱乐场所 还是比较丰富的 有新区公园 方岛大健康产业园 滑雪馆 国博水系公园 以及莲花公园等等 总体来看 四星并没有太多的产业 但是接下来 该板块内的地铁交通 商业配套 以及学校规划建设不断完善 该板块还是很宜居 比较适合自助的 比较适合自助的